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仪器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5周年纪念日 在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 发言人林健再次强烈敦促日方 严肃对待中方关切 全力加快日仪化武的处置进程 日本仪器在华的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清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 时至今日 仍对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 中方高度重视日仪化武问题 一直敦促日方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中日政府间谅解备忘录规定 早日安全 干净 彻底地销毁日仪化武 在中方的大理协助下 日方器已挖掘回收了日仪化武约13万枚 销毁仅10万枚 但由于日方的投入不充分 不平衡 日仪化武销毁的进程 总体仍严重的滞后 销毁的计划已经四次预期 部分的重点难点问题始终未能解决 销毁的进度 受到严重的掣肘和干扰 清除日仪化武的毒害 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 政治和法律责任 中方强烈敦促日方 严肃对待中方关切 切实履约尽责 全方位加大投入 全力加快日仪化武的处置进程 全面 完整 准确 落实有关销毁计划 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2个月 詞伞北大门有关销毁的净土 于是市民称南大利亚 参与对待中方权